这是一部被名字耽误的七美爱情片 我当年看到《间谍同盟》这个片名时 真心以为它是一部高颜值的谍战电影 毕竟它的卡斯阵容是布拉德·皮特 和法兰西女神玛丽·昂格迪亚 直到我看完了整部影片 才发现比起电影过于简单化的间谍元素 男女主之间的爱情故事更让人悸动 尤其是电影的结尾 女主为爱自呛的片段 更是升华了影片的主题 战争年代的爱情总是石油酒杯 间谍搭档的错误是从爱上对方开始的 并且还奢望着能够与彼此白头偕老 但身为敌国间谍的一方 为了证明他们的爱情是真的 也为了保全对方和家人 于是选择了死亡 这样七美的爱情 怎能不叫人心痛 《间谍同盟》称不上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 因为把它作为一部谍战片 剧情漏洞实在太多了 而把它作为一部爱情电影 很多人又觉得 除了结尾 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张力又显得太过 但它依然称得上是一部极具观赏性的电影 首先它的画面是非常美 尤其是影片的前半段 在卡萨布兰卡的戏份里 无论是沙漠自然的风光 还是年代场景的搭建 是觉得美学真真达到了赏心悦目的程度 然后就是它的幅画 担任该片服装设计师的乔安娜约翰斯顿 曾为电影林肯和《谍中谍舞》等大片 设计过电影戏服 《间谍同盟》是她与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的第八次合作 在本次戏服的设计上 乔安娜力图呈现出二战时期西方的服装风貌 通过服装美学来窥见一个时代的浮华 让女主人公展现出枪炮玫瑰的浪漫气质 又让作为特工的男主人公 显示出英气与挺把 在《间谍同盟》里 玛丽昂哥迪亚的年代服装 从晚礼服到日常的着装 每一套都达到了让观众想捞个同款的地步 玛丽昂首次出镜 穿着的紫色礼裙 一经亮相就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这不单是因为这条裙子 做了一个漏背的性感设计 还因为这套礼服 使用到了流光一彩的真丝面料 并且裙子的版型 非常能凸显女性身形的柔美 腰间的继带装饰和领口的珍珠胸针 让这条阔形不是很复杂的裙子 更有视觉的亮点 为了让着装的风格更统一 玛丽昂佩戴的手串 也如胸针一样 用硕大的珍珠制作 她涂抹的口红和指甲油 都是大红的配色 用以凸显晚宴着装的眉艳感 在第二次晚宴上 玛丽昂穿了一条金喀色的礼服 虽然出镜时间不长 但也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肩膀上的发光米珠 用针线缝成了树叶的形状 腰间的布料做成了抽折的纹理 这两个细节 大大提升了整体着装的惊艳感 而整部影片里最惊艳的一套晚礼服 是这条绿颜色的深微礼裙 不但配色很高级 刺绣的图纹也做得很惊喜 尤其是肩膀上的羽毛刺绣 它让针丝面料的裙子 更显奢华的质感 40年代女性流行的衣裙 都会插入后世的垫肩 以彰显出战时女性独立昂扬的精神面貌 玛丽昂这条礼裙也插入了后世的垫肩 使得身形显得无比的板正 能让裙子腰部的抽折细节 展现得更明显 影片里玛丽昂结婚穿着的蓝色礼裙 款式的设计跟绿色的晚礼服 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是V领长袖的设计 只是面料看起来没有那么奢华 整体的气质偏小清新一点 白颜色的头花 还彰显了婚礼着装的仪式感 日常剧情里 玛丽昂的年代服装 大多偏向端方优雅的气质 她这条波浪纹 加波点印花的蓝色连衣裙 就倾向这种风格 为了让扩形板正的裙子 展现出一丝女性的柔美 衣裙的领口 还装点了一圈白色的小花边 并且裙子采用了非常轻柔的面料去制作 波浪纹的排列也特别富有心机 上半身是倒三角的排序 下半身是树立条纹的走向 加上有腰带收拢扩形 让身形在视觉上 凸显了妖姿的纤细 而这件白衬衣 搭配蓝格纹半裙的着装 既能彰显那个年代女性服装的复古感 又是一套放在现今 依然非常前卫的时髦服装 半裙的蓝格纹 并没有布满整条裙子 而是拼接了一小段白色 所以当她与白衬衣组合时 腰线会过度的很自然 并且还不会拉长腰身的比例 头上那顶编织草帽 还赋予这套着装一丝度假的风情 在恋枪的戏份里 玛丽昂还亮相了一套非常帅气的裤装 军绿色的衬衣 搭配了一条同色系的阔腿裤 剪裁线条非常的干净利用 细服的设计很契合剧情的需要 其他配饰的搭配 如黄颜色的皮手套和黄镜矿的墨镜 都为这套清爽的军绿着装 增加了时髦感 到了婚后的剧情 玛丽昂走起了小女人的甜美路线 她的服装 虽不似影片前期那般欲解饭十足 却依然保留了 那个年代女性着装的复古感 卡其色的风衣 在贝雷帽和彩色丝巾的加持下 展现了已婚女人的柔美 主人公的幸福感 也能从服装里窥探出来 还有这件大红色的风衣 她加了一个脸帽的设计 给人的感觉 会比一般无帽的风衣更置气一些 当玛丽昂穿着这件风衣的时候 你几乎联想不到 她是之前那个 端着冲锋枪抱走的女间谍 很多人对玛丽昂的印象 可能还停留在两小无猜里 那个用种种高危行为 抓住真爱的苏菲 因为那时候的苏菲 实在太迷人了 但间谍同盟为她打造的华服 则将她古典与雍容兼备的气质 以及法兰西女神独特的复古韵味 展露了出来 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玛丽昂 那么间谍同盟里 玛丽昂的复古戏服 你最想拥有哪一套呢